字幕提供 字幕提供 Vidaygo我們一起看天氣 這幾天天氣很不錯 北部的好天氣 預計還有一天就最後一天的連假假期 但是晚上開始呢 北部就開始逐步的降溫轉為有正雨型的天氣 禮拜三禮拜四呢 有一波冷空氣開始爆到 降溫很顯著喔請大家注意一下 這波的降溫呢可能低溫是 下看11到13度 留意空旺地區的 輻射冷卻有機會低到10度以下 那禮拜五禮拜六呢 就會開始慢慢的轉型回溫 請大家可以放心 這一次呢其實在這兩天的天氣 所以說是北部最好的這兩天 真的請大家好好把握啦 非常晴朗就東半部雲量比較多之外 大致上呢要注意的是 禮拜二的晚上到禮拜三的清晨 有一波冷空氣會接近 然後北部呢會轉為比較陰偶陣雨 然後東北風會顯著的增強 有一波冷空氣又在下來 所以禮拜三禮拜四會顯著的降溫 禮拜五白天開始就會慢慢的回溫 有沒有看到就大概就沒有什麼太大的影響 而且會回溫的蠻多的 所以這個這一次這兩天呢 大概就是請大家好好跑 我趕快賽息一下衣物吧 如果有空的話 然後禮拜二晚上到禮拜三 就是一個轉變的開始 北部會先變得比較濕冷 禮拜三那天禮拜四慢慢會轉為 比較偏乾冷 所以請大家留意這樣的變化 大致上呢這幾天呢 就是要留意禮拜三喔 中部以北會有降雨 大概從禮拜二深夜開始 延續到禮拜四的這個 清晨凌晨的時間 但禮拜四會慢慢 到禮拜五會慢慢的轉乾當中 所以請大家留意喔 這兩天呢其實這個溫度呢 會明顯的這個變化 尤其是禮拜二到禮拜三 這個落差呢 尤其是禮拜三那天 降溫是還蠻明顯的 到禮拜四呢 清晨的低溫 可能是最低的時候 有沒有看到 這種十一二度左右 這種十一二度 其實在都會地區的溫度 就這個樣子 空旺地區可能落在十度以下 請大家注意 輻射冷卻的效應 但是很快 一下子暖空氣又再起來了 所以大致上呢 要注意就是禮拜三禮拜四 這兩天的降溫 接下來到禮拜五 就開始反彈回升了 所以這兩天呢 一直到禮拜五的清晨 都是比較偏冷的 請大家稍微注意一下 然後在整個中南部呢 中部跟北部有一點像 這次來做到 可能中部也會有一點感覺 但是南部 高雄屏東 就比較沒有什麼感覺 大致上就像屏的溫度 但是這幾天呢 要注意就是空氣汙染 越往南 特別是高雄屏東 尤其是高雄 到達所有族群 不健康等級 那中部以南呢 也到達敏感族群 不健康等級 要稍微留意一下 所以這兩天呢 空氣品質是一個焦點 那北部來說的話 有一點到達敏感族群 還沒有到達敏感族群 就是普通等級啦 有一點點境外些微的影響 當然這大氣是一個很重要的原因 什麼時候改變 就等到禮拜三禮拜四 這個整個冷空氣呢 顯著的增強之後 空氣品質會更好一點點 但是中南部呢 可能沒那麼快 還是有機會到達敏感族群 不健康等級 要稍微留意一下 以上是今天天氣